朋友您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8月8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先来看过去24小时里几件重要的事情 1.拜登已经决定向基辅移交31辆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据CNN的报道 美国陆军负责采购后权和技术的助理部长道格布希 于当地时间7日表示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的首批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已于上周末获转移交 这批坦克将按计划于初秋运抵乌克兰 布希在简报会上表示 这批坦克将很快运往乌克兰 与坦克一起装运的还有其他配套的全套设备 包括弹药 备件 燃料设备和维修设施 据说美国原本打算援助更加先机的M1A2坦克 但是M1A2上有太多的机密高科技部件 如果在乌克兰战场被俄军俘获 那将对整个西方战营不利 所以势必要在移交之前拆除 这么一来呢 除了造成坦克本身技战术水平大幅下降外 拆除工作本身也要花更多的时间 计算下来只能延后到明年初才能提供 所以权衡下来还不如援助M1A1 因为M1A1需要整备的时间更短 9月份就可以提供 二 路透社的消息 美国最快可能于当地时间今天 宣布一项新的价值2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计划 包括爱国者和海马斯导弹 并且是立即发送 今年5月五角大楼宣布 错误的计算了越冒乌克兰的武器的价格 这一发现将使乌克兰方面受益 因为可以转移更多的武器设备和弹药 价值2亿美元的这一笔援助就是来源于此 三 法新社昨天的消息 俄罗斯军队发射两枚导弹 攻击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 移动公寓大楼遇袭 造成至少5人死亡31人受伤 波克罗夫斯克位于俄罗斯站里的 段尼茨克市西北方向大约70公里处 距离战场前线约50公里 乌克兰总统资连斯基指出 俄国袭击的11座普通住宅 他上传了影片 可以清楚的看到 一栋五层楼建筑的楼顶被摧毁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人 27人受伤 其中包括19名警察 5位救难人员及1名孩童 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 由于袭击52岁的顿链茨克市 国家紧急服务局副局长奥美尔前科 上校丧生 如此多的救援人员的刺伤 是因为搜救行动进行中 遭遇了第二次导弹袭击 从中可以证明 俄军绝不是偶尔打偏了 好 咱们来看几则与战争持久进行相关的消息 1.俄罗斯国家电视著名主持人奥利加斯卡别耶娃 在颇具影响力的60分钟节目中愤怒地表示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仅在社交媒体上就发现了超过28.4万份俄军冠兵的复告 比乌克兰政府公布的数字还有多3万 考虑到很多偏远地区的居民不会发复告 俄军的实际损失很可能还会更多 他对此感到恐惧和担忧 奥利加斯卡别耶娃是俄罗斯电视名人 同时也被认为是一名评论家 由于对俄罗斯反对派的激烈批评 绰号古今电视台的铁皮娃娃 就连他也开始担心了 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 美国会将加强对北韩的制裁 因其正在帮助俄罗斯联邦 三 俄罗斯航空技术公司负责人 谢尔盖切美总夫在与俄罗斯总统会面时表示 俄罗斯航空公司们留下的外国客机机队 将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开始崩溃 谢尔盖说 外国公司的飞机将于2025年开始推移 因为他们将需要大修 俄罗斯航空公司维修班机的零件供应因制裁而受阻 他们被迫将一些飞机作为供体进行拆解 以获取备件 但是切美总夫表示 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 四 BBC的报道 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现在战争的走向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并影响欧洲的安全 事实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8个月里 乌军大多数处于防御状态 阻止俄罗斯军队夺取更多领土 然而在今年夏天 在西方提供的数十亿英镑的军事装备支持下 乌克兰发动攻势 试图将俄罗斯人从该国东部和南部备战领域赶出去 在这场反攻进行了两个月后 在冬季来临之前 乌克兰的军队是否取得了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呢 BBC通过分析了战争影片 并与专家进行了交流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到了秋天 雨季将会来临 未扑式的道路会变成泥泥 军事推进将变得困难 看一看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大比例地图 可以发现 自从反攻行动开始 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事实上自从2022年12月以来的9个月里 乌克兰取得的最后一个重大的胜利 是在南部城市赫尔松 夺回大片的领土 在乌国东北部和东部也取得了小规模的收复 但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并不都是坏消息 乌军城 最近夺回了端尼茨克地区的旧马约尔斯克船 在东部的巴赫木特地区 曾经经历了激烈战斗的地方 乌克兰也夺回了一些之前在夏季失去的小片区域 并且在南部扎布鲁日地区也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收复 这是乌克兰真正需要有所作为的关键区域 乌克兰希望穿越俄罗斯控制的广袤领土 直抵亚苏海以捞乱俄罗斯的供应线路 并切断莫斯克吞并的克里米亚和更西部的地区的军队线路 根据BBC的独立分析 两个月来 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长达160公里的前线上 最多只前进了16公里 虽然有进展 但比乌克兰及西方盟友所希望的速度要慢 乌克兰军队在三个战线上发动了攻击 使用了西方提供的装备和培训 并探查长达1125公里前线上的俄军军队的脆弱点 但莫斯科预见了乌军的意图 花了数个月的时间建造了近代史上最为广泛的防御攻势 战壕、碉堡、混凝土金子塔式的坦克障碍物 和沟渠构成的三层防护 以及无数的地雷对于乌克兰的任何进攻都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托克马克卫星图像显示了一个反坦克号构 距离一个龙牙战列约250米 进一步有一个约300米的战壕网络 在战壕后面标有炮兵的位置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军事专家 玛丽娜·米兰博士说 乌克兰不得不调低期待乌国南部的雄心 包括夺回克里米亚的愿望 他说 我认为这不会很快发生 对乌克兰来说 最好的期望的是有可能重新夺回托克马克式 他说因为这座城市位于该国东南部的一个关键路线上 这个地区是俄罗斯军队的后勤中线 俄罗斯军队似乎已经从入侵的头12月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中有所醒悟 并在防御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创新和效能 例如使用许多反坦克地雷 通常西方供应的台雷车可以承受这些地雷的一次打击 但不能承受两次 因此据报道 俄罗斯人正在将一个地雷放在另一个地雷的上面以增加效果 俄罗斯人还开始在战壕中布置陷阱 之前我们报道过 乌克兰步兵进入扎布罗尔南部的空旷战壕 然后隐藏的爆炸物被引爆炸毁了一些士兵 俄罗斯军队还利用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例如使用卡52鳄鱼攻击直升机 这些直升机可以向进入雷区后 被迫减速或者停止的乌克兰装甲车发射火箭 而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在战场上并没有空中优势 在俄军建立其防御攻势的同时 乌军也正在组建新的装甲旅 其中许多在欧洲接受了训练 并且配备比俄罗斯更好的装备 乌克兰现在有能力向俄罗斯的山处发射导弹火箭和炮弹 打击敌人的燃料库弹药集散地和指挥控制中心 这可能从内部削弱俄罗斯的防御 比如风暴阴影导弹的射程达到240公里 使乌克兰能够迫使俄罗斯防线后退 同时乌克兰方面还在使用美国提供的奇数弹药 白宫方面表示 他们对攻击一些固守的俄罗斯阵地非常有效 但是战事防部的分析师卡巴尔表示 极数弹药或能帮助 但不会改变战争的走向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康同学先前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